为什么中间总是说 你出这个价买不到 上一组客人出价1200万 我们都没说来谈了 是不是在房地产交易的市场上 总是充着这些让你 摸不着头绪的出价问题 愿意捧着一笔现金去谈价 敢下斡旋 绝对不是当儿戏 难道买一间房子真的需要叠对叠 才能完成一场交易吗 嗨 我是佑宁 今天这一集的主题 是我们收集了几周下来 向我们咨询的个案 多半都是遇到 不知道该怎么合理的 向中介出价谈斡旋 生怕自己买贵 又怕自己买不到 今天我以中间人经济的角度 带你了解 房地产交易的本质概念 也一意为你分析 中古市场的买卖策略 或许能让正在看房 找房的你 对市场有多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是不是常听到网络 新闻媒体制造聪动的标题 说什么 房市看空 赔寿潮将近 就以七折五折开始出价谈之类的 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买卖技巧 今天也暂时不讨论房市的经济面走向 而是以市场的热络程度 来分析大部分的买卖情况 如果真的有让你一出价 就用七折五折就能成交的物件 你大概也会对这间房子很有疑虑 另一方面是 七折五折的骑士价格又是多少 我会以作为中间人的立场 来回答买卖双方的心声 都是以买卖的本质立场当作考量的利基点 大家都知道 台湾房价前两年暴涨是事实 以卖方的立场来说 能卖在高价是作为交易上来说最本质的获利 也不否认2021-2022年的房价 有多少人当时愿意追高 继续冲高每个社区的实价登录 大家可以适合回想一下 前两年的时候看房 各大网路平台 房屋公司做出来广告 是不是很多物件都开着高于实价登录的价格 平均成交单价只有40万 却开到每瓶60万 最终成交的价格又突破了50万 这种例子大有人在 接着我要讲的事情非常重要 这是很多人看房时都会被混淆的价格资讯 当然我们用任何角度来看一个物件 请记得正常的房子要看的价格不光只有总价 很多人往往忘了比对单价 总价就是这个房子的总体价格 单价就是总价换算下来每瓶的价格 这时候要特别注意一点 如果这个物件是有带车位的 通常在总价上都会宰明 记得一定要扣除车位的频数和价格 有些房屋公司会标示车位的频数 相关的车位行情则是依照每个地区县市会有所不同 平面机械也有不同的价码 这边就不多赘述了 没有把车位扣掉的前提 将单品的计价在某些系统上面会显得特别便宜 看房的同时记得去做比对 你才会避免误判 好 我们拉回主题 对比前两年来说 现在各大网络平台 房屋公司做出来的物件广告 或多或少 有一些已经是开价在社区实登行情内 或比最高价贵个1-2万 其实也是反映着市场的买气逐渐衰弱 卖方在市场上为了提升竞争力 最初步的做法当然是降开价 在现在这么资讯透明的时代 实在登录这项工具 随着各种网络平台的整合 基本都能查出行情和单价 建案评出的划分都整合得非常清楚 感谢乐居没有业配 我这边纯粹是分享对于插造社区大楼 列出我最常用的平台而已 不过更详细的交易 我通常建议还是遵照内政部的网页为主 要照反映成交价的往往是量 没有量自然很难有价 又以房地产有着难以复制性的特色来说 前两年会买房的大洞租薰 无非有些是看准草房的漏洞 有些则是被从中效应拉抬 当然自助的刚需客群 无论何时都是存在的 只是在于不同时期看房的基准点会有所不同 这边就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前一两年对比今年开始 接到的物件多半会有哪些不同 这边多以5-30年的中古屋为主 近期有越来越多的委托 都是因为需要解决问题才拿出来卖的 什么意思 这类型的委托屋主 卖屋动机有些是为了要还债 以房换房 分家产 多半都有着非卖不可的理由 当然价格也会希望买方能承接 我们在帮每个屋主接案之前 一定会在签委托的同时 帮屋主制定 进可供退可守的销售策略 房仲也会知道 这间房屋对比之下是可以卖的 虽然会更愿意播广告预算 以及放能力来销售 从最简单的判断方法 还是回归到开价 说到开价 要是一间房屋的开价 已经是现在实价登录的区间之内 这时候你其实可以判断 大概的成交价可能也离不远 至于所谓长辈都爱用的七折出价 这是因为过去在没有实价登录的思维模式下 很多案件都是开价非常高 然后中介引导买方大力砍价 同时屋主在委托的时候 也希望争取最大的获利 一来一回的销售价格 也会产生一段很大的差距 最终让买方有买到七折 甚至是赚到的感受 作为中间人 在当时资讯相对不透明的时期 提高屋主的开价 作为买价谈判的筹码 是相对可行的模式 可是如果你照着过去这个 五折七折的思维来谈每一间房 看到这种已经开价接近十登行情的物件 或是行情价码内的物件 我想大部分的房仲都不太愿意收你的斡旋 不过到这边我还是强烈提醒 要买房的你一定要知道 实价登录数据上的符合行情 最终还是要考量自己的能力 一来是你真正个人负担得起 后续缴贷款也没问题 二来是这个社区明显感受 比以往有降价的幅度 如果你的自备款只有250万 当然取得豪宅建案从一瓶110万下锈到一瓶90万 那么你也还是买不起 我以过去咨询过的一位买房个案 分享他的做法给大家参考 当时这位个案就以现有的自备款 加上每年预计能存下的资金 来推算自己能在一到两年后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这份存款也同时把未来每月的还款一并纳入 如此一来在有规划的前提之下 真正出现你喜欢并且符合你预算的房子 你的需求与预算够精准 再跟有打过交道的房仲聊过 有些物件可能还没上架 你就享有优先看房的机会 很多时候还是存在着秒杀的情况 毕竟机会一直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接着我们来聊聊 如何有效的跟房仲谈价以及应对进退 要是你从骨子里就把房仲当贼当敌人 那么很有可能过去你遇到的房仲 给予你的观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又或是过去数十年的仲介产业形象 让你有了一些防备心 毕竟你中间人经济这样的产业 网络时代的兴盛发展 厘清讯息 强调重点 改善双方的沟通 一直以来都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对我而言 房仲本身也有着整合资讯服务 和给予价值分析的使命 从对销售物件本身的了解 以及买方的自备款金额 都需要有精准的掌握 毕竟没有准确的预算下 凭着跟仲介说要找三房车两房 距离捷运走路10分钟内 你认为仲介能贴给你什么样的物件呢? 要码是高于行情的地段精华户 要不就是仲介眼中想推的房子而已 是不是真的符合你核心需求 以及你负担得起又是另一回事 这边举一个例子 个案A 王小姐 找房子早了5年 目标设定预算1600万 电梯大楼物件要三房 车位可有可无 新装捷运站步行5-10分钟 位于要有开窗 身为房仲的我们其实很快就能知道 这类型物件在市场上基本很难存在 我们放大地图来看 讲求屋林的同时 又要步行5-10分钟就到捷运站 除非排除掉屋林有些老旧大楼还有可能 当然买新的建案预算也不够 将一来是不是在设定的条件上就要进行调整 再来最重要的自备款 这一点至关重要 可以说是最基础的门槛了 如果不想跟人生后半过不去 请一定要清楚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自备款有多少 没有就是没有不必为了面子硬撑 以个案的1600万来说 正常的市区房子都能贷款7.5-8成 我们这边抓1600万的20%-15% 大约要准备320-400万 这只是能买下这间房子的基本而已 后续延伸的费用 现在你其实不适合买房建议先多存钱 自备款不够的情况下硬去买房 你的金流借贷要是透过民间借贷 有些利率可能高达10%以上 你后续的还款会非常痛苦 房子如果走向法拍 要是法拍后的金额还不足以支付高利率借贷 负债问题就还是存在 这样的情况买了房子不但没有让你解决问题 反而还制造了更多问题 身为移民仲介我们大可以说签了合约 买方就要履行支付义务 但是有多少买方是真的不知道 买房的自备款以及延伸的考量有多重要 房仲也有可能在这之前 成为你的单显行中间人 避免你遇到上述的状况 判断服务你的仲介专不专业 有没有替你规划着想 从自己的自备款推算可能的负担范围 这点非常重要 你也可以试着询问仲介 相对应的自备款可以买到怎么样的房子 毕竟不知道自己需求的情况下 建议至少先去市场上多看房 反正看房不用钱 适合整理自己的需求和想法 跟自己信任的仲介做讨论 将一来仲介也能给你相对客观的建议 我也知道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 敌心自己的预算和目标 仲介也才能给予你相对精准的产品推案 也会避免自己浪费时间 感谢继续观看影片的你 绝大多数人不管买了几室房子 都是透过房仲代销成交 要知道房仲就是掌握双方资讯的中间人 一个好的委托案件 房仲知道完整的屋主收入动机和资金需求 一个好的找房客户 房仲知道完整的客户住房需求和预算考量 理想的状态上就是避开极端 让双方都心满意足 很多人在第一次看房总是会直接问房仲 屋主抵押多少 你跟我讲我就买 这样的溢价方式以及问法 不仅会造成房仲觉得你很没有诚意 甚至绝大多数的房仲也不可能跟你说出真实的抵价 因为房地产是个高价位的交易产品 所以出价要透过斡旋和邀约才算生效 这边大家都知道在台湾买房都会有一个开价 开价其实不等于底价 底价也就是最终的成交价 真正要知道底价的逻辑 你其实可以透过三点来分析 1 这间房屋的开价是否在行情内 如果区间单价跟总价已经相当接近 过去几个月其他户的成交价 那么接下来要看的就是 该房屋的楼层以及屋矿来判断它的价值 举例如果是大楼二楼没有露台的情况下 通常卖价真的会比中间楼层低一些 2 这间房屋是否有设定他向权利簿 如果有 那么表示屋主的收入动机是需要还款的 通常他向权利要是超过一位以上 表示屋主可能有更高的卖房压力 一般二类腾本会显示单保债权总金额 上面标示的总金额会是屋主实际贷款数的1.2倍 举例这张1230万的设定除以1.2 可以得知屋主大约贷款的金额为1025万 3 这间房屋的取得时间 要是你看的房屋 屋主是在2021到2022年间取得 又是新乘屋的情况下 这区间的房屋要是屋主没有遇到 强烈资金需求或B债的危机 通常很难买到相对便宜的总价 毕竟没有上述两项需求 基本上不会有人想要陪售房屋 当然反过来说确实是有前两年取得的屋主 现在遇到还款压力不得不卖屋解脱 赔售当作断尾的个案其实也是存在的 卖房本身就是为了要解决问题 所以才会找房众委托 在我们要签委托的同时 有金额的房众一定会搞懂 屋主售屋的底层逻辑 不然一切的签约都是白忙一场 但因为交易支度并非完善 房地产的交易一直以来不太可能做到 所谓的全透明 所以才会产生一定资讯落差的情境 如果你真的有很喜欢的房子出现 本身又是买房小白 还有一个方法建议你可以这样做 顺便解答大部分的个案问题 你在向房众写斡旋单金额的同时 要是不确定可以给房众一个区间价格 举例1000万的斡旋价 要是你不确定1000万能不能买到房 可以在斡旋的机制上 跟房众说区间大约50万 让房众从1000万到1050万 50万是你的加价空间 这样房众也会更有立场和筹码帮你谈判 当然每家店对于斡旋的制度 又会稍微有所不同 爱于今天影片的长度未来会逐步解说 还是在这边提醒大家 买房投资至产 请大家记住 会被骗的底层逻辑是因为贪与无知 只要你不贪 懂得提出对的问题 懂得做功课 那谁又能话数你 祝福大家在买卖房屋这条路上 都能顺心 找到真正适合自己人生现况的房屋 我们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中天财经频道与前同行 联整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解决了呀 已经结束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 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现在通膨的回击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啦 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 投资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财经频道 张晓婷和您一千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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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